那么陈水扁的律师也说 确定不会传唤陈志忠交叉结问 但是要加传马英九 到底详情如何 今天先记者陈奈杰 是的 吴淑珍今天出庭 明天陈水扁也会出庭 那今天下午呢 陈水扁的伟论律师周门龙呢 就来找这个陈水扁 讨论一下诉讼策略 那刚才周门龙出来以后呢 是表示明天确定呢 不会传这个陈志忠来出庭作证 来听一下周门龙怎么说 也为了促进诉讼 我们舍弃这个志忠这一部分 那今天是跟陈前总统确认了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剧状 关于这个志忠 还有彭明明先生这一部分 我们就撤回了 那另外关于那个马英九总统的部分 我们有追加进来当证人 最主要是要传马英九的原因是什么 马英九总统的部分 大概最起码有两块跟他有关 一个就是特别会案 跟国务基要会这个性质是一样 我们要了解这个特别会的 自用的状况 然后跟国务基要会做一个类比 另外就是说 关于这个陈正宗这个案子 有一些是国家机密的部分 那马总统好像有把他解密 那我们要认为说 他的依据在哪里 大概这一部分认为说 有需要了解 好的另外呢 周恩隆也表示 由于这个陈水扁 认为检方在征讯估重量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们已经决定 要对这个特征组的四位检察官 来进行一个提告的动作 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还给棚内 好的感谢乃杰来自看守所 最新连线 确定不会传唤陈志忠 但是要加传马英九 刚刚律师也有最新的说明 是为了国务基要费 和特别费要做类比 还有国家机密 到底是这个解密 怎么一回事 另外来看一看